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忘记点个赞 同学们好 这里是数据应用学院 今天我们讲课的内容是关于Customer Lifetime Value 今天我非常高兴和我们的Seba老师一块 我们两个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在用户终身价值这一块数据分析的一些内容 Seba老师这边也是有一些在电商像Message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经验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和这个Seba老师一块来分享相关的这个内容 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关于Customer Lifetime Value 这个地方的话缩写可以是CLV 然后呢也有的地方是写成这个LTV就是Lifetime Value 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什么是用户的这个终身价值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Shopify这里边它有一个定义 它是讲Shopify是一个就是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了 对它是说一个用户他在一个business或者是产品或者service对吧 他有一个用户的周期就是咱们和这个产品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LinkedIn对吧 那么的话呢你生成LinkedIn的账号以后 那么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built一个profile 然后在我们找工作过程当中 我们有可能会去购买一个LinkedIn的一个付费的一个package 那么等我们找到工作了 那大部分人的话可能就不再用这个package 那么以后的话这个LinkedIn的这个账号呢 可能就是更新也不像以前的那么频繁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用户和一个产品和一个服务之间 它是有互动的这种用户行为的这种改变 而这个用户价值的话呢 是指什么 是指这个用户和这个产品和平台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从用户开始接触这个产品服务 到用户离开这个产品和服务 这个呢就是一个用户周期 那在这个里边用户向这个产品和服务贡献的这个价值 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这个用户生命周期 下面也有一个定义是来自于这个叫哈佛Business Review 中文应该叫哈佛商业周刊或者商业消息 对 它也是定义了这样一个CRV的一个定义 它这里边的话也是讲就是说 你一个用户 individual customer 你产生的 你这个generates over the life of 它的这个business with the firm 和这个公司 对吧 它们之间就是这个整个的产生服务关系的这个周期里边 那么的话呢我们所贡献的这个价值 它这里边呢特别就是提到了一个叫all future streams 那也就是说它更关心的是一个用户在未来能够向这家企业contribute的这个价值 这两个定义的话呢都是在业界是认可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呢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计算这个用户的这个中心价值的时候 我们会更倾向于就是计算整个生命周期 而不是仅仅计算这个未来 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周期计算的虽然是针对单个用户 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个模型这个预估是可以应用到每一个未来的这个用户身上 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就是使用这个模型对企业这个进行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CRV 这个CRV为什么这么重要对吧 可以说每一家企业都非常关心这个CRV 对吧就是亚马逊这样的公司 可以说亚马逊这家公司的话 它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都是虽然发展非常的顺利 但是一直都是这个属于一个赔钱的一个企业 它把它所有的这个利润又投发到一个新的一个研发过程当中 扩展这个市场当中对吧 那么它依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让用户习惯于网上购物 然后通过什么通过未来用户在和亚马逊的这个商务关系当中产生的价值 然后去cover它整个前期的这些这个研发和市场这个拓展的这个费用 所以的话如果大家看这个右下角这个图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公司 其实它更长远的是看到一个什么 就是虽然当前我们获得用户是吧 当前获得用户有一定的成本 但是我们看中的是这个用户的长期的价值 最终的话呢 长期价值要撬动这个平衡对吧 那么长期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我们获得这个用户的这么一个成本 举一个简单例子 你在亚马逊上比如说你买一件这个物品 那么的话呢就是它如果deliver到你家里的时候 其实它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对包括这个中间这些deliver的人工的这个费用 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个亚马逊的一个中式用户 你一直几乎所有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不方便出去去买东西 那么你一直在买东西的话 那么就是说最终你的这个中式的这个用户的价值会远远大于 它在最最早的时候获得这个用户的价值 那么这个企业呢就会向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好我们来举六方面的应用吧 第一个这个CRV的第一个应用就是说公司的价值 这个刚才我们举了就是说亚马逊家公司的价值就在于 有一批忠实的用户对吧 那么他们就是可以长期的就是购买 长期的这个贡献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 这个在就是说很多初创型公司 其实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计算 就是去估计你这个初创型公司的一个价值 这个在这个投资这个范围内 嗯也是被非常的这个看重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business budget 就是很多的公司 其实他在做这个预算的时候 他是要考虑CRV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一年的revenue能够达到 比如说一个meeting 这是一个很很很小的数字 就一百万美金 那么的话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利润呢 可以控制在百分之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倒着来去推算 我们在广告 在user acquisition 获客这一下的这方面的这个投入 能有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达到一个 一百万的一个revenue利润减去 然后我们有一些运营的成本 产品的成本 然后最终 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可以投多少钱去获得这个新的这个用户 这方面呢 对于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的话呢 就是这个第三点 叫这个customer segmentation 这个的话呢 就是同学们可能 我们平常在从事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已经了解到 Sigmentation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对吧 特别是我们去做很多这个deep dive 这些deep dive这些分析的时候 我们用到这个方法 其中包括四个方法 是吧 有geographic demographic 还有behavior 还有一个是psychographic 但是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经常用什么 经常用这个clv 特别是这个rfm 这么一个这个模型 然后去做这个用户的一个segmentation 就对用户进行这个分组 下面一个呢 就是identify the most profitable customers 如果我们要有一个clv的一个模型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去找到 对我们来讲最大的这个profit 就是获得利润的这一组用户 对吧 那么有了这一组用户之后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到 这里边写的第六条 就是engage valuable customers 就我们对 给我们贡献最大价值的 这一部分用户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给他们就是 特别的这个 比如说marketing的compete 或者特别的一些这个用户服务 进一步的就是增强他们的engagement 因为他们是我们最有效的 对吧 一些最有价值的一些用户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track sales forecast 很多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就是做这个 嗯 supply chain也好 对吧 就是我们对这个销售的一个预估 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因为这个是让我们去做一个企业的一个运营管理 budget 以及像这个supply chain的一些管理 那么这个通过CRV做这个销售的预估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六个这个应用的领域 给大家就是介绍在这里 那下边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关于这个CRV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我们很关心什么 很关心就是这个customer acquisition 对吧 就是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获得一个用户 我们的cost是多少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CRV 我们的用户终身价值 一定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远远的大于这个获得用户的这个cost 以及maintain这个用户的一个cost 并且呢 就是说能够去 在我们减去这个产品和运营这个cost之后 还能够变成profit 那这个是整个一个健康企业的一个思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第一个就是会想到 好 那么我们到底获得用户会有哪些这个开销 对吧 那么这些开销的话呢 我们讲到的是第一个 就相当于 你是不是有这个购买这些例子啊 第二个的话 你是不是要在各个平台 YouTube啊 各种social network啊 或者是展会啊 或者发email啊 或者发catalog啊 对吧 进行这个就是广告 是吧 那么的话 你的销售营员有没有commission 对吧 就是销售的提成 或者是反扣 对吧 你有没有这个产品的promotion 对吧 比如说像你经常会收到一些 信用卡的公司给你发一个 你在三个月之内申请一个信用卡 三个月之内 如果你的消费水平达到5000美金 也就一个月是5000除以三 对吧 那么我们就给你这个返现500美金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这种promotion也算是这个 获客的一种手段 对吧 那么这些的话都是算在你的这个 就是获客的这个cost里面 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想到 就是说哎 那么我们获得一个一个用户 像前面我举的这个就是这个信用卡的例子 对吧 我们获得一个新的用户 我们这个500块钱花出去了 其实远远不止这个 就是银行业的话 如果获得一个信用卡的一个用户 他的成本基本上是在400到600美金之间 然后如果是一个checking的account 那么的话他的成本能够到800美金 也就是说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 但是他总之会把这个钱给你这个赚回来 像这个信用卡的话 他有这个提点 对吧 那么给你一个相当于就是 三个月你花这个5000块钱 实际上只是说让你用这张新卡 把你平常的一些花销都放在这上面 一旦绑定在这上面之后 那么未来你再进行这个消费的时候 这个信用卡公司就可以产生这个新的这个revenue 对吧 那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要去想到 那么将来这个用户给我们带来多少 income能够去什么 去抵消我们前期的获得这个用户的这个cost 那么以这个为依准 那么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要不要去调整 是吧 如果我们这个CRV很大 那么我们可能会增加我们前期这个投入 在货客这边我们可能有更大的成本 更大的这些预算 但如果这个CRV相对比较小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调整我们这个 获客的这个成本 以使这个企业健康发展 对吧 这个是我举一个例子 对 然后这地方 讲两个概念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PCV 一个是CRV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 在我们讨论这种CRV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想到的是未来这个用户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价值 对吧 未来这个用户可以给我们带来 至于说过去 在过去的话 那也就是PCV 就叫Past Customer Value 那这个的话 因为是已经是发生了 所以的话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只是一个参考的意义 但是我们在去research这个CRV的时候 我们其实更关心到 用户在未来的 他的一个消费的习惯 比如说我们前面计算的 就是讲的这个RFM这个model 对吧 那么他在未来的这个frequency 在未来的每一单 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消费的量 这个是我们所这个关心的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要去把这个概念先澄清一下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去看一看 在我们去做数据分析 去为企业鉴定 或者是计算这个CRV的时候 我们会有哪些重要的一些这个内容 有一些components 我们要进行考虑 第一个的话 就是消费的周期 对吧 那么这个消费的周期呢 是说用户在 比如说一个月 还是一个counter 那么三个月 还是一年 对吧 我们这个 考虑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窗口 这个是你这个就是 去考虑 去聚算这个用户价值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考虑一个retention rate retention rate是说一个用户 对吧 他在我们这边买一个东西 那么的话呢 他在未来又回来继续来去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消费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retention 一个用户的返回 retention rate是说 我们当前的用户里边有多少用户 他们是这种返回的用户 这个值呢 是一个positive 就是越大越好 对吧 然后下边的话呢 就是average spend 或者是average contribution per customer 就每一个customer 他给我们这个产品或者服务 他付出的这个价格吧 或者他的这个花销 这个值呢 也是越大越好 因为你想 如果比如说 你有100万的用户 哪怕说每一个用户 他每一个月 只给你贡献 一美金 对吧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云端的存储的服务 比如说那个iCloud 就是我们用这个iPhone手机 对吧 那么实际上 你只要是付一美金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云端的一个存储 这个空间 那么但是你想想有多少这个iPhone的这个用户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他每个用户的这个价值再乘以这个用户量 你就能够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运算 到底这些用户可以contribute多少 对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值呢 是我们经常要去think about 就是gross margin 因为这个在很多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想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品 他都是要追求profitable 对吧 就是我们是可以盈利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是要考虑的你的这个gross margin gross margin的话 计算方法也很简单 revenue 你的收入减去什么 减去你的这个产品的cost 比如说你在Amazon上边 你卖一个手机对吧 那么的话呢 就是你卖这个手机的这个价格减去什么 你手机整个的 比如说你的manufacture 还有一些运营的一些这个费用 然后的话呢 就是可以帮你再处以你的这个revenue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一个gross margin 这个的话就是看你这个产品的盈利的一个能力 retention cost 我们前面讲了retention rate 对吧 就是说有多少用户会成为我们的返回用户 但是很多的时候 其实用户不会自动的 就是说成为这个二次这个购买 很多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要去培养用户的 比如说loyalty呀 比如做一些广告了 然后能够用户 或者做一些promotion 比如说holiday的时候 做一些打折 是吧 或者做一些cross sale 这些compete 就不同产品之间的交叉销售 这些都是有这个cost 对 还有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cost 可能来自于discount rate 就是我们为了吸引用户 能够去持续的购买 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discount 这些的话都是在我们 简单计算这个sell rate的时候 需要去考量的东西 因为简单的sell rate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用户 平均每个用户 是吧 它的消费的价格 乘以你有多少个用户 然后再乘以 你的平均的用户的这个周期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简单的计算 但在简单计算里边 你可能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123456 对吧 这个六个的话 是你要去考量的一些内容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简单计算吧 对 咱们从最简单的方法 方法一 是吧 怎么来去计算这个sell rate 那这个就很简单 那这个就很简单 是什么 就是首先 你获得一个用户的cost是多少 这个我们基本上前面讲了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这个 计算出来的 对 然后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说 我们把这个用户 在我们这个lifetime 就整个生命周期里边 分成不同的这种期间 对吧 区间 对 那好的话 那么我们把每个区间里边 用户的这个 像我们贡献的这个spend 就像我们贡献的这些收入的话 我们做一个这个求和就可以 但这个的话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模型了 其实这个在现实当中 除非你对这个用户的这个数据 都非常的全面 特别是这个难点 我觉得主要是难点在于 就是你怎么能够 你对历史数据非常全面 但是你对未来 你怎么去做这个预估 是吧 市场是一个非常dynamic 但是在这个方法本身来讲 就是作为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 是吧 就是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 你是可以这样进行计算的 另外一个方法呢 也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个customer 对吧 然后之后呢 每个customer 他是吧 就是会和我们这个就是一起 就是不管是我们陪伴他 还是他陪伴我们吧 反正就是这个customer 他和我们这个 有这个商业往来的 这么一个周期吧 对吧 然后之后呢 平均每个customer 他在这个周期当中的一个花销 对吧 这个前边你一乘 的话呢 那实际上 这里边还要注意一个gross margin 就是你的这个 revenue和你这个cost之间 对吧 相减 你所得到一个gross 这个margin 那么的话 这样一乘出来 是不是就是 你在这个整个这个lifetime value 的用户向你这个贡献的价值 当然大家别忘了去什么 减去你货客的这个价值 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直接 是吧 然后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算法 但实际呢 我们想的其实是比较简单 那实际上是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比如说我记得在前边的讲座里边 大家如果去翻看这个数据应用学院 在youtube这个channel的话 我们前面有两个关于这个lifetime value的这个讲座 这两个讲座里边 主要介绍了一下这个rfm这个模型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想就是做一个衍生 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sever老师 来给他们再去讲一讲 就是在这个clv里边 我们常用的一些别的一些这个模型 我想今天的话呢 就把这个我现在就把这个讲座呢 就是转给这个我们的sever老师 看看来继续这个我们讲座的下半节 我这边可能要stop这个sharing 这样的话 我们的sever老师能够去分享他的这个屏幕 好 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 请老师放一个满屏 对 我看到了 现在是满屏 好 谢谢Jason老师 那么下面呢 我通过一个案例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怎么通过建立模型去预测clv 那么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概率模型 一种是我们用机器学习的模型去预测clv 那么可能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概率模型 因为它的理论比较多 那么clv它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是顾客的交易频率 那么乘以它每一单交易的平均价值 这里为大家介绍的模型呢 叫做概率模型叫做bdmbgmbd模型 它呢 它是用来预测 它用来预测 顾客在未来时间段那个交易频率 并且它会给出顾客在未来时间 它存活的概率 另外呢 另外有一个GamaGama Model 它是用来预测顾客每一单交易的平均的金额 这里还有一个Margin 就是就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折扣啊 成本啊 这样一个比率 要在我们减去 需要在最终的消费上乘以它来扣除 我们的数据集是这样的 有这个数据集里面大概有4300位顾客 然后他们一共有39万个transaction 时间跨度呢是一年 那么每一条每一行的数据呢 它有一个invoice number 然后它买的商品 买的商品的数量 这个商品的价格 invoice date 还有这个是哪个顾客购买这个产品 customer ID 那么BGMBD模型呢 它全称是Beta Geometric Non-Binomial Distribution Model 其实就是它的它一些假 它这个模型中用到的假设合起来的 合起来 这个模型主 那么BGMBD模型主要有五个假设 假设一呢 是 首先如果用户 如果一个用户存活的话 它在未来时间段T内 它的交易交易概率 就是它买不买东西 交易概率Landa服从博松分布 博松分布的定义是呢 在随机事件 在给定时间内的发生次数的 发生次数的概率这样一个分布 那么这里的随机事件 就是顾客是否交易 他是不是买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幅图 这里一条蓝线是Landa等于2的时候 这个顾客 表示顾客他每周平均交易两次 那么 那么他在 那么他在下一周 他在下一个时间段内 交易三次的概率呢 这里这里 这个点是 大概是0.18 是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每个顾客 他的交易率Landa是不一样的 所以假设二是假设顾客的 所有这里所有顾客的交易率 他们满足Gamma分布 这Gamma分布有两个参数 R和Alpha 这是我们通过模型拟合要求出来的 假设三是用户他在每一次交易后 他有一个概率会退出 就是他以后再也不会在这里买东西了 这个退出率是P 那么顾客退出的时间点呢 是满足几何 是服从几何分布 几何分布 它的定义 它定义是重复 它定义是重复试验 然后每一次试验的成功率是P的话 所需要达到一次成功 所需要的实验次数 那么 这里的成功呢 就是顾客成功的离开了 你算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这里的退出率是P 他顾客退出的这个时间点 是服从几何分布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条 也是从左边这个图这条蓝线 假设顾客每次交易的退出率P等于0.2的话 那么他在 他在这里三个时间段以后 退出的概率 这里大概是0.12 也就是一个交易后他三个时间段 他一个交易后三个时间段 他退出以后再也不在意这里买东西的概率是0.12 那么他相反而他存货率呢是0.88 那么同样每个顾客他的退出的概率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假设4假设所有顾客的退出率P 满足 服从beta分布 beta分布也有两个参数 alpha和beta 这也是我们通过模型拟合要求出来的 b5条呢就是对每个 假设每个顾客他的交易率和退出率是相互独立的 那么模型的建模的过程和结果呢 我们直接来看代码吧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这里用到的一个package是 Python的Lifetime这个package 首先那么这个模型呢 首先它对于每个顾客 它会创造这样四个特征 第一个是recency 最近交易 它定义是在我们采样的时间段内 顾客第一次交易和最后一次交易相隔的天数 第二是frequency 就是顾客的交易频率 准备说是重复交易的频率 那么在这个Lifetime这个package里面 它更准确地说它的意思是 顾客有交易的天数 就是如果我在一天里面 我有三次交 我有三个订单 那么它其实只算成一次 第三个T是顾客的年龄 也就是不是它的真实年龄 而是它在这个采样时间段内 它从第一次购买到 第一次购买到现在的时间 是它的相当于一个寿命 第四个monitor value 它的交易的总金额 那么可以看一下 我们给我们输入模型的数据呢 是这个样子 每个顾客 它的frequency recency 它的age 它的monitor value 那么我们模型的target variable 它需要去预测的呢 是这个frequency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去fit这个BGMBD模型 是用了它的β治理 用一个βgeo filter 然后把这模型数据里的 frequency recency 和T 传入到这个模型 模型拟合的结果 结果呢 就是这四个 刚刚提到的这四个参数 它模型会为我们求出来 那么我们把它图片画出来 首先是顾客的退出率 退出率P 就是顾客在一次交易后 退出的概率 那么通过模型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的顾客的退出率的分布 是这样子的一个右倾的 右偏的β分布 那么它的均值呢 是0.0005 也就是说顾客在 顾客在一次交易后 他可能退 他一次交易后 一天内他退出的概率 是0.05% 大概这样一个意思 关于顾客的交易率 Landa 它也是 它的分布也是 也是满足 也是 它分布形状 也是这样一个 右偏的 Gamma分布 然后它的均值是 0.01 也就是顾客在一天 它的 在一天中 它平均的 可能交易的概率 是1.1% 左右这样 那么这张图呢 是 Frequency Recency Matrix 它反映的是 Frequency Recency 它对 交易的 它对顾客交易次数 它对顾客 未来交易频率的 一个影响 那么这里颜色呢 是顾客在 是我们通过模型预测 这顾客在未来一天之内 它交易 交易的 频率 横轴 那横轴呢 是Frequency 纵轴 是Recency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右上角 深色的部分 这些customer 它其实已经是 表示它 已经不活跃了 它交易的 概率已经很低了 那么 这里 底部 底部亮色的部分呢 表示这些顾客呢 是 是活跃了 它 它可能发生交易的 概率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 Recency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影响因素 因为 你看 因为在上半部分 Recency低的时候 Recency不好的时候 顾客基本上是 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发生交易的 然后在 在下半部分 是Recency好的顾客呢 他的交易的概率 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顾客存活率 颜色代表是顾客 存活的概率 同样深色呢 是存活率低 浅色是存活率高的 顾客 同样横轴是 Frequency 纵轴轴是 Recency 那么也可以看到 呃 同样是呃 这个 右上 右上角深色的部分 是Frequency 是recency不好的顾客 那么他们已经就是存活的 存活的概率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就是他们基本上就已经离开了你 那么 可以大家可以重点 重点看一下这条对角线 这条底部的部分是比较 浅色部分是比较活跃的顾客 可以看到就是 在顾客的recency高的时候 就是底部的时候 它活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同样recency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这个模型是刚刚提到的 不好意思 接下来是BGMBD model 我们刚刚是把它配得到所有的数据上面 那接下来 我对它做一个模型的评估 那么我把 我把这个数据集一整年的数据 前九个月作为预测数据 后三个月呢 作为测试数据 那么用前九月来的数据来训练模型 用它来预测顾客后三个月的交易频率 那它的结果呢 是这样子 这条橙色的线呢 是模型的预测 蓝色的线呢 是真实值 表明 可以看到这两条线呢 它们俩还是贴得比较紧的 趋势也是比较吻合的 所以呢 这个模型整体上呢 也可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合格的模型 那么这张图呢 我们也可以看每一个顾客 它的存活概率 这是 这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customer 它一共有六次 它一共有六次订单 那么它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次交易后 每次交易后 它的存活率会是 会是一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的存活率会 慢慢慢慢的下降 下降 然后只要下一次交易发生 它又会回到一 然后慢慢慢慢的下降 这就是 推出的 推出的时间点满足 满足几何分布 这样一个交易 这样一个交易 顾客存活率 那么 那么Lifetime Package呢 它同样 它同样有一个 这个Gamma Gamma Gamma Model Gamma Gamma Fitter 它是用来预测顾客 每顾客未来平均每一单的平均的交易金额 那么我们传入模型的呢 是Frequency和Monetary Value这两个值 那么它的预测呢 是 它预测呢 是这样 那么通过BGMBD模型和这个Gamma Gamma Gamma 两个模型 你可以找出来 你可以找出来 未来交易 未来交易频率高的 未来交易频率高的顾客 未来经年价值高的顾客 和未来存活率高的顾客 那么通过这些 通过这些呢 我们这个标准呢 我们可以对顾客进行一些 进行细分 然后对每个 不同的细分市场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营销策略 这个我们最后会讲 那么这里这些 这个到此为止呢 就是概率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 概率模型 它会给你找 它会呢 它目标呢 是找出规律 找出数据中的规律 然后通过统计分过形式呢 展现给你 我们可以 它可以得出顾客的 像教育教育 Landa退出率P 这些这样的 关于这样的一些规律 那么它同样有 它的一些局限性 比如说它有两 主要是两方面局限性 一是它只 它只用到顾客的交易信息 那么现时中呢 我们可能有其他的 顾客其他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 它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它年龄啊 年龄啊 教育程度啊 或者呢 它的一些 behavioral的一些信息 以及呢 这个关于产品价格 价格折扣的一些信息 promotion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 其实它对顾客 对顾客中心价值的影响是 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但是如果用概率模型呢 它是不会 它是不能充分地利用这些信息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概率模型 它有比较严格的假设 它有关于样门假设 关于参数的假设 那么我们其实现实中的数据呢 它可能不一定满足这些分布 那就导致模型的拟合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它的预测呢 不会那么的准 所以这就介绍我们的第二种 就第二种顾客的CRV预测的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用机器学型的 学习的模型去预测 那么机器学型的模型主要有神经网络啊 去神经网络去测数等等等等等等 这里这里有选了 这里选了一个XGboost 也是一种Gradient Boost Decision Tree 同样我们需要对每个顾客 创造一些 构造一些特征 这里有这里我们XGboost 它用的特征有 Late Time 这个就是相当于Recency 它是顾客最后一次购买到现在相隔的天数 那么Late Time 相当于顾客的H 它是第一次购买到现在的相隔的天数 Frequency 整个观察器内顾客的交易频率 最近以及Frequency 三个月内交易的频率 这个是我们输入模型的数据 那么用到的特征是这四个Late Time Late Time Frequency Frequency 那么它的Target 是顾客 顾客后三个月的交易频率 那么把这些特征 我们输入到SGB Igb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的结果呢 它的RMSC是0.94 它的R Square是0.85 那它比较 它着重用的Feature呢 是Frequency 三个月的交易频率 和顾客总的交易频率 这是它依赖 做出预测的两个重要的特征 那么对比一下这两个模型呢 就可以看到 上面一个BGMVD模型 它的RMSC是0.6 R 那它的R Square是0.56 可以看出机器 那么可以看出 SGBoost它的预测的准确度呢 是高于BGMVD模型的 那这是机器学习模型的一个优点 它的 那它缺点的可能就是 它没有办法像统计模型那样 给出你 给到你像顾客存活率啊 顾客的交易率 这样的一些规律 它只能 它只能笼统呢 比较笼统的告诉你我 就是三个 近三个月交易频率 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那么像刚刚提到 我们对于顾客 不同的顾客细分 是有不同的营销策略 这里呢 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顾客细分市场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就营销中呢 经常经常提到80 28则 就是你80%的价值呢 是来源于20%的客户的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主要呢 要将资源和时间投入到这些重要的客户上面 那有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客户 他偶尔买一次啊 相课时间比较久啊 金额也不大啊 这种顾客 他们他们其实就不重要 那比较重要的细分 比较重要的细分 第一个 商品他们是 他们是RFM都高的顾客 既有最近购买 有频率高 有金额也高 那么这些顾客呢 是你要去回馈 去回馈他们 去抓住他们 与他们建立长期关系的 他们可以 他们可能是你 产品的 早期的 早期的采用者 也会 他们也有可能 对于你的 品牌 品牌进行传播 那么第二种 第二种 Potential Lawyers 他们呢 也是近期购买 然后金额 金额也比较高 但是Frequency 一般 那么这些顾客呢 可以说是 他们有潜力 成为你的忠诚顾客 可以呢 对他们 可以呢 对他们 Promote一些 会员 像类似于 会员计划 忠诚奖励计划 然后 去给 去给他们 去给他们 做一些Upsell 让他们变成 你的忠诚顾客 第三种类型呢 Cannot Lose Them 这些 这些顾客呢 他们过去是 频繁购买 也是花的钱 很多的顾客 但是他们 他们最近不购买了 那么这些顾客呢 他可能 不是 那么 他为什么最近不购买呢 可能价格 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他过去 那他过去 购买的产品 现在不购买了 需要找到这个原因 需要找到 他流失的原因 然后把他们 可以给他们 做调查 他们沟通 找到他们 离开的原因 把他们重新赢回来 因为这一部分顾客 他们是高价值的顾客 不能把他们 让给竞争对手 最后一种类型呢 是新顾客 他们是最近 交易 交易比较高的顾客 但因为他们很新 所以他没有 没有什么频率 那这些新顾客呢 就 可以尝试着 与他们建立关系 给他们一些special offer 然后增大 他们访问你的 访问你网站 访问你的产品的 频率 然后从而提高他们 提高他们的购买概率 那么以上呢 就是 关于顾客戏分市场的 一些推荐的营销策略 那么我的 我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提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那个塞伯老师 这个demo 你能把这个 就是最后的这个 我看最后这个商业方案 挺有意思 对对对 我们把这个整个 这个图看一下 这里边 等于当于这个是 我们考虑两个维度 根据 这两个维度 frequency 还有 recency 这其实是一个RFM的分析 了解 这就是我们前面 在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 就是根据RFM这个model 对应户进行segments 然后不同的segments 做不同的这个 这个business plan ok 挺好的 对 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 会把这个在 稍微深入的讲一下 因为我看这里边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解决方案 但前边我们是 看了重点是在 就是 主要是 真的三个这个族群